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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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環境造成的 不是因為我一開始喜歡的人 是環境造成的 我畫話是文法的年人 因為我爸爸畫畫,我畫好都沒有了 很大的招牌在大廈 他的身體不行,他的身體要肥變 很嚴重 他爬不到很高的竹棒 我就是幫他學畫 他要學一下我的畫畫 為什麼打吉仔? 王崇傑在香港從事了藝術工作14年 他在上海出生 十三歲就開始跟爸爸學畫畫 但是當時所畫的,全部都是毛澤東像 當時我女兒都要畫兩本 當時我女兒都要畫兩本 我教你為什麼畫畫 都是畫一些工人、解放官、農民 那些洋派氣的形象 他規定了所有其他畫畫書的資料都沒有了 就是兩本 七八年,王崇傑在國家分派之下 入了上海戲劇學院 修讀舞台美術設計 他畢業之後,來了香港從事舞台設計 另一方面就繼續畫畫 雖然同樣是畫畫 他覺得在香港畫畫 和在內地畫畫 能夠發揮的空間就有很大分別 在香港畫畫自由得多 當時我記得是規定化的 我通常照著一張畫畫 那張畫畫的顏色規定 我通常畫人、真面人的照片 顏色的顏色是用紅色、橙色的 如果用少許是用少許灰 少許 因為真正皮膚顏色 一用 你不行了 你用灰調子 你就是反正面 對香港 你根本是按照自己的感覺 沒有任何規定 沒有什麼限制 除了創作之外 王順傑都很熱心於搞藝術交流 但是就碰到不少困難和障礙 都是我自己的清新經歷 因為是搞過很多次交流中港台 我去到台灣 搞紫蘭、搞裝置 準備好所有的事都搞不成 很多困難 去中國搞紫蘭都要很多困難 變成是很有體會 王順傑認為 是政治和文化、政策等等的問題 造成交流方面的障礙 這些障礙等同於一幅一幅模型的牆 他想用這齣叫拆牆的戲劇 表達他所面對的困難 他說如果想交流順利進行 就一定要拆掉牆 榮念珍是這次交流活動的策劃 這個中國旅程藝術節 是在97年第一次舉辦 今年是第二屆 榮念珍說 策劃這些交流活動 其實並不容易 香港的文化交流工作 實在都是起步階段 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好的機制 來支持著 這件事又關節到 就是沒有一個文化政策 去支持一個文化機制 因為沒有一個文化機制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都在試著 很多時候就會撞板 撞板就包括 譬如很多申請簽證 那些問題 常常就是會遇到一些 不必要的麻煩 我相信97之後 應該一步一步 逐止會有改良 我比較著 譬如97年和98年 我主持這兩次的 中國旅程的藝術節 今年比去年是順利很多 今次藝術交流的規模 比上一屆擴大了一倍 邀請了來自北京 上海 台北 新加坡 溫哥華 紐約和香港 一共12位的華裔示藝 戲劇 電影 和藝術評論工作者參與 那我希望通過這一次的 中國旅程的藝術節 可以等來自四方各面的 華裔的藝術家 有機會大家相聚 和大家一起聊天 然後就互相了解大家的背景 和互相了解大家做創作的方法 中國他們的作品 我們又要了解多些 他們來自的地方 那裏的情況 和他們關心那些事物 文化藝術活動 在華裔的社會裏面 是一個 但是 在他的agenda裏面 可能比較低 那 是應該積極些推動的 那 香港似乎又是一個 很正確的位置 可以積極做多些工作 去推動這件事 但當然我經常都覺得 國際文化交流 和 香港 國內 內地文化交流 同樣重要 應該相關齊下 即是 如果你說香港未來的 文化交流的政策 的話 應該有一個很平均的發展 即是怎樣建立 香港和內地不同的渠道 讓他們多些文化方面的溝通 今次的參加者 會表演十二出 以經劇場面為基礎的截止戲 而旺信傑 就是其中一位參與的 香港藝術工作者 我感覺很好 因為 更多十二的藝術 完全不同的風格 他們的創作手法 他們關注的問題 香港都很少會見到 這麼豐富的表演形式 搏繞在一起 大家真的要有很多方面的啟發 例如 有些拍攝的形式 是搬到舞台的 有些跳舞的形式 搬到舞台的 有些創作主題 很領域 很深思 我覺得非常好 張憲在上海做戲劇創作 他覺得這樣的交流相當有用 因為在內地 和藝術界同行交流是非常困難 我反過來要想 這幾年在大陸 跟大陸的藝術同行 這個交流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隔膜非常大 沒有一種共同的概念結構 或者是共同的出發點 我們經常說 在大陸可以說 精神處於一種非常焦慮 和一種錯難當中 特別是在藝術上 可以說是已經失去了一種共同的基礎 這就是在文化的轉型過程中 好像是個人的位置都已經移動 在找不到一個原有的關係 張憲曾經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戲劇文學 他說在八一年 由於政治環境敏感 他在火車上面和外國人聊天 結果被罰停學 他現在在上海做自由讚稿人 和搞戲劇 由於沒有工作單位保證 所以很難申請去外地 這次張憲可以來香港交流 他覺得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 還是非常的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這樣的機會在大陸可以說幾乎是沒有 特別是近幾年藝術的活動 就完全處於一種蕭條停滯的狀態 來到這裡以後 整個氣氛 無論是街頭的氣氛 非常活躍 積極 在藝術圈的通過這幾個小時的排練裡 也看出一種非常活躍和自由的氣氛 非常適合像我這樣的人 排練的這個節目 母語 實際上都反映了我們一種非常紛亂的心情 和在審美上的一種錯亂 所以它會產生許多的優陌的效果 這樣使人可能會帶來一些 因為魚呢 可能會給我們那種焦慮的心情有所減緩 這主要是在大陸生活的經驗的反應 我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驗肯定不是孤立的 別人或許也能體驗 或許也有經歷 或許沒有經歷也能想像 所以在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可能會有自己不同的反應和理解 我最著名的還是覺得是 他們個人的理解最重要 我希望得到各種不同的理解和反應 張憲說 他創作的電影和戲劇 因為多方面的原因 就算不關乎政治 大部分都不能夠公開演出 對於這些不能夠公開演出的作品 張憲只會等社會發展成熟才拿出來發表 那些作品 假如拿出來的話 我想一定不是作品有什麼改變 而是社會有什麼改變 假如社會不改變的話 那麼這些作品是不會拿出來的 在中國旅程900裡面 張憲認為 其他地方的華人藝術工作者 由於受到開放世界影響 令到他們的創作心態和作品 和中國的藝術工作者不同 因為他覺得 中國相對來說 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 他們的心態是比較解放和自由的 而我們是非常沉重的 在一種歷史的背景底下思考問題 然後在一種非常困難的情況底下 而且這真的是 好像是一種差勢 這樣會是有什麼寬意的 鞋的屁股 如果在眼前咖市中 現在我們在眼前 可以看到